走开 你叫我死 倚天剑 倚天剑 真是倚天剑 没错 灭绝是他身不离间 怎么会在他身上 这个人是一位姑娘 姑娘 她的神态举止 说明她是女扮男装 调主 咱们一路东行 各门派都出了事 会不会跟她有关 为了一插一天剑 为何在她身上 走 走 陛上仰慕名叫张教主 人侠高义 特命小人在此恭候 请各位入庄 对方是有意迎我们来此 教主 见仿有仗 如果不进去 怎能解决对一天剑的疑惑 我们是否见过面 三位是当世英雄 闭上心仪已久 今日路过 岂可不奉上水酒三杯 聊尽地主之意 请问贵上名尉如何称呼 闭上姓赵 闺民不敢善称 闺名 教主 对方无意隐瞒女扮男装 越是如此越要小心 哎呀 想那么多干嘛 人家愿意报告身份 就足见一城相待了 好 跪上相邀确致不公 请带路 请 这边请 明教的三位朋友能驾临绿柳山庄 真是蓬毕生辉啊 张教主 杨佐使 伟父王 请 姑娘能一一点出我们三个人的姓名 说明对我们的来自相关 来历很清楚啊 明教近日光明鼎一战 张教主以绝世神功威震六大门派 轰动武林 这么大的事 小女子怎么会不知呢 请 各位卢徒劳顿 请用些饭菜吧 请 请 这是上星的女真陈酒 在地窖藏了十八年 请各位尝尝味道如何 人在江湖处处得防备 尤其是陌生人 面对陌生人 小心使得万年传 应该 应该啊 赵敏诚心相交 我说的没错 这是好酒吧 三位尽情放怀 无需客气 赵姑娘 城门后代 我等无不感激 在下有句话想问 只是不便出口 张教主是在太监外了 我行走江湖多年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 如果张教主不嫌弃 大家可以做个朋友 有什么吩咐 愿结成奉告 即使如此 在下就直言了 请问赵姑娘 这把乙天剑 从何处得来啊 自作和你们三位相遇 你们的目光 就没有离开过乙天剑 不知有何缘故啊 实不相瞒 此剑原为峨眉派灭绝师太所有 毕教弟兄命丧此剑之下的 实不在少 在下自己也曾被此剑穿胸而过 险些丧命 事已关注 张教主神功无敌 听说曾以乾坤大挪移法 从灭绝师太的手中夺过此剑 又听说此剑伤了张教主 是一个武功平平 峨眉派的女弟子 这让我很不解呀 由于对方来得过于突兀 在下未及留神 所以失手受伤 想必那位伤你的周芷若周姐姐 一定美若天仙 才会让张大教主施神 是不是啊 姑娘取笑了 在下回敬赵姑娘 不敢不敢 非常抱歉啊 我进去换洁衣服 你们不用客气 跟我来 此款水仙的香气清风优雅 甚至少见啊 哎 这个赵姑娘把宝剑留在这里 还挺放心的啊 哎 伟父 哎呀 看看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教主啊 你不是也挺好奇的吗 嗯 怎么了 这剑怎么那么轻啊 哎 木剑 一股檀香味 的确是檀香木所致 赵姑娘 为什么要以木剑 以假乱真呢 嗯 教主 就怕这赵姑娘 对我们的来历支支甚强 十有八九不怀好意 恐怕我们身处险境 属下认为 还是赶快离开为好 他哪敢轻举妄动 咱们三人还怕他 哼 话不能这么说 自当我们进入绿柳山庄 到处透着诡异 似正非正 似邪非邪 我在这江湖混了大半生 也看不出是何道理 要想在此久留 势必受制于人呢 我看不出什么诡异 要说诡异 这酒里没毒 菜咱们也没动过 我看没什么问题 再怎么说 教主来此 就是为了查访以天见 咱们就这样走了 不是半途而废吗 你放心 这位赵小姐 布下的一阵 自是有备而来 我保证她 还会找上我们的 好 我们此刻有事在身 不必多生枝解 日后一一代劳 一切等弄清楚 看明白再说吧 张教主 劳烦通告贵主上 多谢盛宴 我有要事在身 先告辞了 请张教主 亲自向小姐辞别 请张教主 请张教主 要走了 我们俗物缠身 不能多待 日后 当再来拜法 我会在此恭候大家 我说杨佐史 你太大吉小怪了 我看人家赵大小姐未必有歹意 她拿一笔木剑跟教主开个玩笑 那是女孩家胡闹 你还认真了你 我也说不上来 总觉得不对劲 哎呀 我说你呀 堂堂的光明佐史 在光明顶一站之后 犹如惊弓之鸟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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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夫王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可能是女真酒太烈了 我脑袋有点晕呢 哎呀 不对呀 我才喝了一盅啊 应该真的 哎 哎 喂夫王 哎 哎 不论心头如何反恶难受 总之绝不可掉云内息 否则毒发无救 切记 切记 已经很小心了 怎么还会中毒啊 我说过 我会在这里等候张教主的大驾 赵姑娘 在下向你讨几棵花草 来 多谢解药 告辞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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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公子 你这什么功夫啊 乾坤大挪移吗 我看 你是平平无奇吗 老师心怀不轨 刚才摘下猪花的时候 要是在你的太阳穴上一戳 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 你喜欢这朵猪花就送给你啊 不需要动手强强嘛 那 那就还你吧 你是小偷 此话怎讲 你偷了我猪花上最大的两颗珍珠 武力取闹 我没工夫理你 你自己看啊 是不是少了两颗珍珠 我没拿珍珠 而珍珠不见了 这就只有一个解释 这就是你故意摘去 暂时诡计 张无忌 你若有种 就走到我跟前三步 我不受你激将 你说我胆小怕死 说我没种 都是你吧 算了 算了 今天算我栽到头了 我回去怎么见我师父啊 张教主 多谢你成全啊 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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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上面的钢板 是用八根粗钢条给扣住的 女人凌空在下 没有着力点 即使你武功再高 力气再大 也推不开的 你骂我啊 我假装自杀 怕你中计 你一定很气我 你一定会骂我 隐贤狡诈 卑鄙无耻 张教主 这个陷阱呢 是纯钢所住的 打磨的滑不留手 连条西方也没有 你居然能以 壁虎游墙弓游上去 佩服佩服啊 你也陪我身陷此钢劳 有什么好得意的 这丫头狡猾得很 心情中 一定有别的熟悦 不能让她独自逃走 你干嘛 我怕你独自逃出去 要活命 我劝你趁早开了翻板 你慌什么 你跟我又不会 各死在这儿 等一下我下眼 找不到我 肯定会放我们出去的 可是我担心的是 他们若以为我 出庄去了 那就糟了 这陷阱之中 没有开启翻板的机关吗 瞧你生了一张聪明脸 怎么会问得这么笨呢 这陷阱又不是 射来自己玩的 这是用来捕捉敌人的 难道看这里面 射一个机关 好让几点脱身啊 你别急嘛 休息会儿 不行 我多耽搁一会儿 杨作士和伟父王性命 就多一份危机了 你要是再不立刻放我出去 休怪我心狠手辣了 好啊 你杀 杀了我 你也出不了这钢劳 喂 那你说说不清哦 你老抓着我干嘛 我讨厌你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不告诉你 因为你是坏人 不许你说我是坏人 你就是坏人 坏人 坏人 你打我吧 我不害怕你 我讨厌你 我问你 我明教和你素不相识 无冤无仇 你何故要处心绝虑 置我们明教于死地呢 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 好吧 既然你问起 那我就告诉你 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不说 你当然不知道了 我不需要你从头说起 虽然我很想知道你的身份来历 可是等你从头到尾慢慢说来 杨作士和伟父王早已经独发毙命 何况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来历是真是假 万一你捏一套谎言胡说八道一番 那只是枉然废实 眼前我别无他法 我就逼你 叫人来开启番板 我 我 我现在只要轻轻用力 你的性命就没了 你还不叫人开启番板 我无人可叫啊 再说 这个高牢是封闭的 就算你喊破喉咙 也没有人听得到吗 你还嘴硬 你不信啊 那好啊 不信 你自己还狠看吗 你欺负我 我哪有想欺负你啊 我只是要你放我出去 我又没不大意放你出去 好 你要我叫 我叫啦 来人呢 胡说在干楼里面了 快来人 把启番板打开啊 喂 你看 没用吧 你不凶 你有哭又笑的 成什么样子 你自己才不凶呢 一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你是弱女子 你诡计多端 你比十个男子还厉害 多谢张大教主称赞 小女子当之不愧 你 你要干嘛 江武器 你要干嘛 你救人 张武器已经是好无理了 江武器 不要再来啊 放开啊 你放开啊 好痒啊 我讨厌你啊 放手啊 张武器 放开啊 我讨厌你啊 张武器 你这臭小子 这贼小子 你赶快放开我 我受不了了 我有一天 一定会将你千刀万花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饶了我 饶了我吧 你饶了我 饶了我吧 放开我 放开我 张武器 放开我 放开我 蒋武器 张公子 张家主 你饶了我 女帝 你饶了我 搜 我盗 你饶放我 找我 我饶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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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帮我把我的鞋娃穿好 你可以放我出去了吧 赵姑娘 事才在下实在是迫于无奈 如有无礼之处 这里跟你谢罪了 赵姑娘 我走了 赵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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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主人 请张教主收下留作纪念 后会有期 书令 是 你们怎么会来这边 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等不到你们回来 是不回姐怕你们出事赶来支援 刚好碰到援兵 要杀害杨左使他们 好很多的赵鸣啊 我姐哥哥 你说谁啊 这是绿柳山庄的主人 他处心极虑 双管齐下 想置我们于死地 没事了 多谢教主 属下不紧 在绿柳山庄处处小幸 怎么还会中毒呢 那赵姑娘 下毒的心机非常高明 我带的花 就叫醉仙灵符 此花难得 确无毒性 那把甲蚁天剑 乃是用海底的麒麟香木所制 本身也是无毒 可是这两股香气混在一起 变成了剧毒之物了 哎呀 都怪我呀 我手痒啊 拔出蚁天剑 我瞧什么瞧啊 我 他既处心积虑的设法陷害 魏父王就是不去动剑 他也会差人前来拔剑下毒 那是防不了的 你们看 这位赵姑娘早就算在咱们解毒之后 会去烧庄 他就先把庄子烧了 此人虽是女流之辈 确实是个劲敌呀 不会没 伍极哥 伍极哥 你快劝劝阴六霞吧 怎么了 都一整天了 阴六霞他不肯吃也不肯喝的 跟他说话也不搭理我 就是眼睛也不肯睁开 你看 六叔 不会说 我问你一句话 你要老实回答我 小植知无不达 我的断枝 有没有希望复原 你答应我的 知无不达 有 我不信 我不信 你在骗我 不 你是在安慰我 这能复原的话 你三十伯就不会躺在床上 才费二十年 我不想 我不想像你三十伯那样 做人没有尊业 事事叫人服事 处处看人脸色 我不想活得那么没有子尊 我不要 六叔 你把我杀了 你是我侄儿 当侄子的叫听叔叔的话 快动手 六叔 你听我说 你把我杀了 快把我杀了 我情愿一了百了 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快动手 动手啊 你把我杀了 快把我杀了 你把我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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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早点净脱 让我早点脱离这个悲惨的世界 黑玉断絮膏 我熟读蝶谷一仙 胡青牛的遗经 记得上面有记载 在西域有一路外甲武功 一是少林外之 手法极其怪异 断人之骨 无药可医 仅其本门秘药黑玉断絮膏 可续接断织 然而这个膏如何配置 却其防不传 六叔 你要相信我 我不是信口开河 无极 你去少林寺 就是讨那个 黑什么 黑玉断絮膏 无极 你给了我生机 就不要让我失望 好吗 不会的 六叔 哪怕跪求 我也要空文大师 给我黑玉断絮膏的 六叔 你安心吧 我回房去了 无极歌 刚才你说的黑玉断絮膏 真的有这种圣灯妙药吗 这只是胡青牛的遗经记载 到底少林寺有没有黑玉断絮膏 我不敢保证 那你 我答应了六叔 我会竭尽全力去找 不会没 我还要谢谢你 谢我什么 照顾六叔 其实 小时候 我常听我娘聊起英六侠 娘对她 总是充满了愧疚 每每提到她 娘的眼泪就怎么也流不止 可能是小时候听娘说多了 心里对英六侠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 我总觉得 我应该问我娘 做些补偿 我也说不上来 不跟你说了 我去看看英六侠 她肯不肯吃一点东西 公子 你回来了 我倒茶给你喝 小赵 以后你不用再做这些丫头的建议了 我肯侍公子是心甘情愿的 不认为是什么建议呀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我怕盒子里装着什么毒虫毒药 毒剑暗器的 所以不敢开 说得对 这赵敏姑娘诡计多端 叫人防不胜防 是应该当心一点 小赵你过来 好漂亮的珠花 这珠花 我曾从赵米并边摘下来过 这两颗珍珠 她又重新穿起 我不明白 她是何用意 公子 这位赵姑娘 对你可好得很呐 特地派人 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你 我是男人 要这种姑娘用的首饰有何用呢 小赵 你拿去带吧 不不不 送珠花给你 就表示人家对你有情意呀 我怎么感受呢 小赵你瞎说什么呀 拿去 我这 公子 难道送你个礼物也不成了 好吧 小赵只好谢过公子了 想聊聊吗 聊什么 聊你心里想的事啊 小赵 你真的是 怎么了 我心里有什么事 都瞒不过你 小时候 我和爹娘 在去武当山的路上 被原品绑架了 在那个时候 我见到个小女孩 是赵敏 我不敢确定 是不是同一个人 刚才 我们被援兵围攻的时候 是谁下令撤走援兵的 是赵敏 由此联想 应该是同一个人 他气宇不凡 严行举止 透露着贵族气质 由他能指挥援兵来看 赵敏定是皇家之后 只是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针对我呢 心中有太多太多的疑问 让我想不通 疑问 在深陷绿柳山庄 刚牢的时候 赵敏不提不问 我为何清楚中毒之事 又为何知道解毒之法 要不是他对我了如指掌 为何对我每一步 要走的路 都清清楚楚呢 想来 不禁令我脊背发凉 越想越觉得可怕 公子 你也不必再在牛角间了 我相信 你和赵敏 还会有碰面的机会 到时候 你再找他 一解心中的迷惑 也只有如此了 小舞鸡 好痒 我讨厌你 这舞鸡 也亏得他 能想出这么绝的仗势 帮我把我的鞋挖穿好 可恶 他竟然 他竟然碰我的 太虚弱 不过真弃自己 当时怎么不给他两个耳光 不许你说我是坏人 你就是坏人 坏人 坏人 难道 在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吗 不行 我不能乱想 我答应爹又帮他平安 消灭叛军 明教是叛乱的根源 绝不可信任 就算了 我 不 不 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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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你说什么 哎呀 他们夫妇俩吵起来了 吵得好凶啊 哪两个 哎呀 还会有谁 杨霄和他女儿杨不悔呀 你 你 你被我受到心里的痛楚 恼羞成怒了 你还说 爹 应该面对的 总是要面对 你躲也没用的 因为你是我爹 所以我才会这么说 我相信这么多年来 你心里也不好过 多人所爱 不是男子汉的行径啊 爹 我跟你娘是两厢情愿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娘不肯 跟你厮守终身 因为 因为他觉得 他对不起 跟他早有婚约的英六侠 所以你肯一个人 把我抚养长大 他为你取名不回 也是证明 他对我的情谊 永不后悔 爹 教主 吴起哥哥 我刚才听伟父王说 你们妇女 起了争执 教主来得正好 请教主说句公道话 明天一早 我们必须赶往 嵩山少林寺 因为英六侠 行动不便 怕耽误行程 我想让他暂住客栈 派两个人照顾他 待少林势必之后 我们再回来接他 可是 不回 执意要留下照顾六侠 说是 爹他不方便说 我来说 我之所以要留下来 是要代母补过 替父赎罪 这 长颜说到 清关难断家务事 我在这儿是多余的 我睡觉觉了 家务事 的确难处理 不过杨佐世 你要我直说 我就说了 此番前去少林寺 急凶未定 去的人越少 就越见一封危险 其实我本来 也就想把小招 不悔 还以我六叔留下来 至于不悔妹妹 为父母补过赎罪 在我认为 任何人都无权否定 甚至反对她的一片孝心 杨佐世 一切 以教主之言 已经是多余的 你已不想被的 借我 为父母 尽管 不要生女儿的气好吗 还是 江拙 当年我和施工 就坐在这儿 身受日晒夜寒风吹雨淋 煎熬了三天三夜 少林死 不开门就是不开门 我好思念施工啊 你 教主 我和空文大师有约 直接住死 不必败天了 教主 少林寺似乎发生过一场大战 你们四下找找 能不能寻得少林寺人 可以闺民享有 是 进去看看 这里经过了一场激战 看起来非常惨烈 上林申诉 何止千人 怎么一个人都不见 明教张无尽 求见方丈 空文大师 一个人都没有 看来是非寻常啊 手下推论 少林必然受到重伤 只是不知 江湖中哪个帮派 有如此能力啊 教主 教主 启禀教主 少林罗汉堂中的十八尊罗汉像 好像给人移动过 不知其中是否有蹊跷 去看看 教主 我实在看不出 这十八罗汉有什么果冠 丁教主 这每一尊罗汉像 都像给人推动过 本来属下一心后面 另有门户道路 但探查四周 均无闭门密道 奇怪啊 教主 上面有字 怎么有字 刻痕慎慎心 显然是刚刻不久啊 既然一尊罗汉像有字 那么其他罗汉像的背后 肯定也有字 有道理 把每尊罗汉像 都转过来看看 先诸少林 再灭武当 唯我名叫 武林称王 教主 咱们快把这些字刮掉 不作冤大头 既然用心恶意 但是刮去这几个字 也未必有用 是啊 少林被灭 这账算到我名教头上 那可怎么办 客家这十六字之人 既是存心嫁祸本教 是本教承担 毁灭少林派的罪名 好让武林群起而攻 可是为什么 又使罗汉像背向墙壁 不将这十六字翻向外面呢 对呀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这些罗汉像 一定是另外有人撞过去的 有人在相助本教 这个人是谁呀 这其中的原委也只有 家中 先祝少林再命武当 只怕武当派尽乡有难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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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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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 我 我要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我 叶六侠 你不可以动的 武当有难 身为武当派弟子 我不能不回去啊 你不能动的 你不可以乱动的 我是个废人 我 我没用 我没用啊 武当有难 我却帮不上忙 我是个废人 我没用 我没用啊 你不要 你不要这样啊 你现在是不可以动的 你千万不要这样子 像我这样活着 真的生不如死 还不如死掉的好 我求求你 你杀了我吧 好吗 叶六侠 你不要难过了 也不要自暴自弃 我会照顾你的 你放心吧 武当 我会在这儿全心全意地照顾你的 武器哥哥说 他会帮你找到黑衣断续刀 为你续接断织 起码你要为着希望而活啊 对不对 叶六侠 你就放心吧 武器哥哥会尽力的 再说 我爹已经飞鸽传书通知光明鼎了 现在啊 正带人敢去武当和教主会合呢 你放心吧 武当一定不会有事的 杨姑娘 不悔 你可以叫我不悔啊 不悔 我求你一件事 你说吧 代我回武当 身为武当弟子 我必须为武当 去死 好 和尚 难不成我是少爷子僧 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来者止步 是哪一路的朋友 深夜光临武当 少林僧人空相 有急事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 原来是少林派空子辈的前辈大师 请 衝脱塞 似笑飞笑的你 看着她 起起哀哀 什么时候 才走到是非之外 因为你 想和她谈爱 让她一生为你化为 她的心怀柔自豪 再不提你曾给她伤害 你要她身边 再为别的女孩 让她一生为你化为 让她的心宽容死海 再不提你曾给她伤害 你要她身边 再为别的女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孩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